假裝體害在這 遇到我保羅就沒好戲 我好心美好爆 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 公司的紡織廠都還沒有著落 很隱智 你還有一堆仗要打 天啊 好 哪位 佳良 凝翅 我打你的手機 跟你家裡的電話都不同 你總算回來了 你還來找我做什麼 我是來告訴你 我已經說服了魏董 紡織廠會造成供貨給Kaios 你說什麼 我已經解決房子廠供貨給Kaios的問題了 你突然不見人影 不是因為 你生氣我當年突然離開你 所以 你故意不想幫我 要讓我難受嗎 傻瓜 傻瓜 我不幫你 誰來幫你 我真的希望 你可以出手幫忙的 當年我一直想要當你的依靠 只是你沒有給我機會 我不會 對不起我 我誤會你了 你怎麼了 你受傷了 沒事 但是 要說服魏董 還是要付出一點代價 我真的沒想到魏董竟然會動手打人 其實也不能怪他 是他愛女心情 而且 而且我又一直白目的想要睡不大 謝謝你 很痛吧 不會 一點點的皮肉痛 就可以證明我可以當你的依靠 很值得 你知道 我等這一天等了多久 當年 你在我生命裡突然間消失了 你知道我找你找了多久嗎 我從開始 擔心你 變成氣 然後又擔心你 我簡直 我知道你會找我 所以我就不敢回去我住的地方 因為我怕真的看到你在等我 我 我想要讓自己走得越一越好 從現在開始 不准再躲我 這是沙子嗎 銀絲 你跑去哪裡 都怪我太急著找那個布料供應商了 結果我被一個幼稚人騙了 反正 那個幼稚偉根本就是存心想要騙我 誰敢欺負我的女兒 你跟我說 我幫你去教訓她 不用啦 好 其實那個人喔 他也不是真的壞 只是有大弟子的心結 他覺得 我佔了他在社長心目中的位子 所以他就這樣離開公司 當時 我沒有替社長留住他 是我心裡面 覺得很遺憾的事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教訓他 我是不會攔你的 好啊 他住哪裡 他以前 住市長家 但 後來他好像都住旅館 沒有固定哪一家 現在社長這樣 公司問題又這麼多 我真的希望他還在公司 可以幫忙孝姐 不知道有多好 其實 你不認為這件事情 會覺得遺憾 這當然是緣分吧 緣分靜了 在一起的人 也會分開 緣分不靜 跟分開的人 又會走在一起 就像我們 我們現在 好不容易又能在一起 你應該把主力 放在我身上才對 這樣可以了吧 59分 還差一點 你會和你 迷你 我們 所以 我們